沙巴放宽管制措施 今天开始允许已经注册的电照车和滴室 在无需警方批准信下跨线服务 沙巴新冠肺炎事务发言人都马希迪指出 电照车和滴室只能在亚币、毕达丹和冰南邦三个线活动 作业时间是早上6点到傍晚6点 而且只能在一名乘客 除非是遇到医疗或紧急事故才能搭载两名乘客 马希迪也指出 沙巴州政府是根据国安会在行管令3.0下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 允许注册的电照车和滴室跨线服务